在地最大條來看台中 黑人摸一間屬立的郵寺院 叫家長指控說 有老師會帶領埔 跟小孩手搬起來 讓小孩搬起來 學校在吃飯 甚至又跟小孩會去攔家 受害小孩要全學 又沒有學校不收 這個教團體也批評教教 是全無作為 那是去學校由離婚教學 裡面請婚 或是三個老師 向著十五個孩子走過去 在鄉鄉抓住了 帶來海出去 依然頭弄到旁邊的椅子 壓批給民眾放在臉上 在中市黑一區 一間屬立郵埔給民眾檢查 技術發行不同 對台依然會害怕 請大家照顧 依然會跟長出品開記者會控訴 一個老師那麼有教的老師可以對待一個三四歲的小孩 每個在不同家庭的小孩都有承述出在學校有被老師綁手的行為 中午吃飯時間我們問他說那你手被綁住要怎麼吃飯孩子 就做出小口吃飯的行為爬在桌上這樣子吃 這是一個四歲孩子在承受的痛苦嗎 因為他就違反俄少法法違反 違反那個擱置法 只有什麼不對的行為 把那個影片我自己交給教育局 我也沒有說把它去藏起 原本跟文教記憶會批評 台中請集結大小孩之多 人的小孩和家長勾力無緣 教教到現在沒有錢付安地機會 卻沒想到都讓其他優勵很負責 告教強調已經加了14天來 港市市委員會擴大調查 心想其他會發採事 那些是有期通報到晚上的事情 那早前事件會當法 還以法控告 祇國的名字跟胡哲郎的名字 祇者綜合報道